自从有名时代以来,每隔一段时间火箭的大前锋位置,就会涌现白家黑两名具有强力的球员,如今周琪和克里斯正是如此配置,最开始的时候就有斯科拉和兰德里,之后有莫泰,球斯,后来又有德克尔和哈雷尔,虽然这种现象非常巧合,但是不得不说, 火箭在大前锋的培养上,的确一直在研习这种传统,一,周琪成火箭重点培养对象虽然周琪的进步已经非常显著,但是依然有球迷对他产生质疑的声音,实际上只要周琪只要能够在火箭队平稳服役四年,并且一直可苦训练,他一定会在高NBA有一席之地,因为周琪拥有非常出色的牵制, 在联盟中也是极为难得的,周琪拥有2米16的身高,2米33的臂斩,在联盟中也是非常罕见的,此外他的横移速度以及挡差之后的那些,还有三分能力也是有目共睹,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天赋,依靠后天的努力是很难实现的,而周琪目前所欠缺的力量还有对抗能力,以及技术细节的掌控,却是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成长, 实际上周琪的身体素质,有点类似戈贝尔,他拥有非常不错的内戴天赋,而外在素养却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实现的,虽然周琪未必能够成长为戈贝尔的高度, 但是超远安德森还是非常看好的,尤其火箭目前的体系下,周琪这种风格的球员与球队非常契合,因此火箭也按照自身的需求培养周琪,毫无疑问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,周琪的成长会让球迷欣慰, 二,火箭打磨克里斯有望称塔克接班人火箭再送走安德森之后,也得到了克里斯,对于火箭而言对克里斯也充满了希望,如果克里斯能够在火箭的打磨之下,努力进行改造,或许不久之后,他就能顶替塔克的位置,而他本人也拥有实现价值的身体条件,克里斯不仅身体强壮与对抗能力也不足, 三个球能力虽然还没能达到火箭要求,但是通过训练也能得到提升,可以说火箭对克里斯非常期待,只要克里斯能够收敛自己的脾气,听从火箭队的指挥和安排,克里斯的成长也会迅速起来,要知道他之前所在的太阳队与火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,在火箭这里他得到的远飞之前球队可以比拟,三,火箭只在磨练二人, 将来获成团队机时,虽然二者看起来是竞争关系,但是对于二者而言,二者争抢出场时间的机会并不多,因为下个赛季火箭的目标仍然是总冠军,不是以培养新人为目的,而风险将会是安东尼、塔克、恩尼斯、 格林斯克主要轮换,即使周期和克里斯登场,可能也只是中锋这一位置的替补了,如今的火箭的四号位面临着球员浪化的风险,因此无论对于周期还是克里斯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, 而且火箭还给予了二人足够的成长时间,在拥有哈登、保罗两位强力双能位以及内线卡配、拉基础上,实际上对于目前的周期和克里斯,目前急需的是,提高三分球命中率和防守能力,周期的优势在于防守覆盖面积大,能够提供盖帽压制对手, 此外他的三分投射点高,实现难以防守的三分球,而克里斯的优势,在于拥有强壮的身体素质,在对抗上展现威力,可以说二者位置冲突,但是功能够领风骚,只有二者能够健康有序的成长起来,或许不久的将来,二者与浅佩拉能够成为球队,此五号位的答案。